那么关于中国经济我想现在有一个共同的词 一个共识就是下行 中国经济下行是一个共识 从上到下 从总书记总理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在谈下行 而且现在的口气是下行压力在不断的加大 现在关于下行 我想主要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2018年到目前为止 这个经济下行下行到什么幅度 官方有数据 世界各国很多研究机构关心中国经济也有数据 我想国内的很多研究机构也有数据 但是大家没有一个共识 究竟是六以下还是五以下还是四以下 还是官方数据说的六点六 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去争论 这不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重点 那么第二个问题 我觉得是需要回答 为什么出现了2018年出现了如此大的下行压力 有没有 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我想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第三个问题是怎么办 经济下行到2019年 我想仍然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关键词 股市的春天能不能会来呢 如果经济继续下行 股市怎么可能有春天呢 股市的寒冬将持续下去 甚至不排除跌破2000点 所以现在的关键问题 是我们要弄清楚 经济下行的原因在哪里 究竟是什么造成了2018年经济的下行 2019年我们有望遏止这种态势 流转这种局面吗 那么我现在我先首先试图回答一下 为什么下行 首先我讲短期的 我认为2018年的经济下行 有四个原因 这是短期的原因 四个原因 有三个是国内 有一个是国外 国内是哪三个原因呢 刚才水皮和夜谭 包括前面的当中都谈到 国内的三个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是 我们金融去杠杆 防风险 严监管去杠杆的政策 很多企业面临资金链的问题 很多企业资金链断裂 当然我们的央行行长 一杠行长在去年的十月份 新华社人民日报的联合采访 明确说了 公开说了 我们的去杠杆的政策 考虑的不周 执行有偏离 去杠杆的效应叠加 造成了很多企业融资困难 资金链出现问题 但是大家想过没有 这是主要原因吗 虽然央行行长明确这么讲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意味 说这就是我们金融风险的 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 不是啊 为什么我们的企业 杠杆这么高 负债这么高 我们过去这么多年 我不用说五年 过去十年以来 中国这些企业 高速扩张 资产扩张 负债扩张 靠什么扩张呢 是靠你的技术扩张的吗 是靠你的内生的增长动力扩张的吗 是靠你的利润 靠你的自由资金扩张的吗 当然不是 靠什么 靠银行借钱 靠发债 靠银子银行 中国的债务规模的恶性的喷胀 喷胀的什么程度 我估计今天没有一个人说的清楚 很遗憾 我作为一个经济学者 而且我在银行工作那么多年 我都说不清楚 前不久网上传 中金公司的老总啊 朱云来先生 这是我们前总理的儿子 大公子 我想他也不会随便讲话的 按照他的口径 中国现在的总债务 已经突破六百万亿 他是怎么统计出来的 我不知道 而且我有一次还问过他 他也没有解释清楚 但是他一直这么说 他不是第一次这么说 他多次这么说 他的结论很清楚 他说像中国这样 上上下下 政府公司个人 全部都通过债务的泡沫 通过杠杆来扩张 这样的经济模式 能持续下去吗 如果能持续下去 那叫天理不容 我们很多企业 通过债务的凶猛的扩张 疯狂的扩张 报表很好看呢 资产快速扩张 几百亿 几千亿 几万亿 请问赚钱吗 刚才水皮和叶谈提到股市 我现在会谈到股市 今天水皮谈得很好 为什么中国的股市不行 都是证监会的责任吗 大家骂证监会 大家骂证监会 在美国股市里面有几个人 股市不管是崩盘也好 不管是股市不行 有几个人骂SEC的 其实中国股市一个最根本的麻烦 是企业不赚钱 我前不久碰到那个江苏的苏林银行 那个董事长黄金导 这是我们多年的朋友 在一个座谈会上讲 他说我在苏林 在江苏已经工作这么多年 他说我非常吃惊的发现 江苏是全国经济 是第一大省还是第二大省 说净利润超过十亿人民币的企业 找不到几家凤毛林桥 他说我简直太吃惊了 十亿人民币算个什么呀 净利润 请问在座的朋友 你们今天在中国的A股里面 你能找到多少个实实在在的 每年净利润能达到十亿人民币的企业 你能找到几个 所以第二个根本的问题 就是中国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去年 光这一年跌掉30% 水平是吧 跌幅30% 市值缩水7万多亿 如果按过去十年算 我是研究金融史的 我看了一下 中国的这个14万亿啊 中国这个过去十年的股市下跌啊 和1929年美国华尔街股市崩盘以后的 十年有的一比 不就是绝大多数股票都被腰斩吗 一千多家是两千多家 跌去百分之七十 还有多少跌去百分之八十 多少跌去百分之九十 你看看1929年股市崩盘以后十年 不过如此啊 那这个背后的原因我们再说 这是第二大原因 但是呢 对于2018年的经济下行 这两个原因 虽然很重要 但还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最重要的原因 第三个是什么 就去年我们出现了 稀奇古怪的各种杂音 消灭私有制 先是我们人大的周大教授 以前我在人大上课的时候 还算过他的课 八十多岁的 突然跳出来要消灭私有制 紧接着是环球时报的胡大总编说 不着急 先暂时别消灭 以后再慢慢消灭 紧接着是吴小平站出来说 你们民营企业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该退场了 走人吧 走人走人 当然还有更多的噪音 我就不说了 民营企业家的信心遭受重创 我觉得这是造成2008年的经济下行 最重要最要命的原因 中央最高层幸亏 算是发现了 11月1号召开座谈会 再一次给企业家吃下定心丸 一个外部原因就是中美贸易 中美的贸易战 中美的贸易摩擦 这可以讲是一个黑天鹅 去年3月23号 特朗普在白宫公布 301调查结果 其实当时中国没有多少人 认识到这个贸易战 对中国有巨大影响 我读过的很 我读了很多文章 3月23号以后 差不多中国人都变成了贸易的专家 过去我们学经济学的时候 这个贸易理论不是那么简单 还挺复杂的是吧 用体和用数学的推来推弃 中美贸易战一爆发 你发现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成了贸易专家 无数的文章 但是我读了只有一篇文章 非常坦实的 只有一篇文章 我认为是分析的很到位 而且是很中肯的 就是复旦大学的华明先生 复旦大学华明先生写过一篇文章 讲得非常清楚 中美两个国家如果出现贸易摩擦 贸易纷争 谁受的损失更大 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失 但是我们当时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所以2018年的经济下行 这四个原因 这四个原因好像看起来都是黑天而逝的 都是没有想到的 但是我想提醒今天在座的各位嘉宾思考一下 这四个原因背后深层次的根源在哪里 我当然没有时间 我也不好跟大家深入抛弃这个背后的原因 你看起来好像是短期的 但实际上是长期的 背后的根源是长期的 所以中国经济下行 它有它长期的因素 不过是我们看起来2018年 这些短期的因素把它叠加起来 好 那回答这个问题以后 那就紧接着就问怎么办 2019年 前面讲的 早上2018年下行的这四大因素 或者说这四个力量 还在不在呢 民营企业家的信心遭受重创 现在有复苏吗 有恢复吗 总书记迟他定心完 这个药吃得怎么样 现在这个疗伤疗得怎么样 我和江浙的企业家 接触的还是比较多的 珠三角的企业家 接触的比较多 我感觉现在最多恢复了30% 这个康复是要有过程的 我想光靠国家最高领导人的 一些讲话 就能够把这个商聊好 没有这么简单 物理学的定义早就告诉我们 世界上的事物是不可立的 一旦你把那个杯子打破了 你想把这个杯子服圆 那是非常非常难的 这叫事物是不可立 两个人谈恋爱 你把我的心伤了 然后还想再回到以前那个状态 不是那么容易的 是吗 我想这是人生最普通的道理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国家来讲 就应该深刻思考这个问题 为什么在2018年会出现这样的扎音 它的深刻的社会背景在哪里 改革开放40年 取得这么样的成就 它的最重要的历史经验是什么 改革开放40年 我们取得伟大历史成就 最重要的历史经验 不就是让企业家发展吗 不就是解除家属 让企业家能够自由发挥吗 刚才水币提到的华为的任正非 阿里巴巴腾讯 这些企业哪一个企业 是省委书记规划出来的 是总书记总理规划出来的 深圳这么多创新的企业 你问问我 我在深圳工作过 我在深圳非常熟悉 你问问深圳的猎人市委书记 猎人市长 广东省的猎人书记 猎人省长 有哪一个他们规划过华为 有哪一个想得过腾讯 会成为亚洲市的最大的公司 会搞出个威信 我在国字围讲 跟我讲得非常直率 讲得他们非常不开心 我说你们讲国有企业 做大做强 我说你们做大是很容易的 是吧 刚才是叶谭提到的是吧 武刚和保刚 行政命令 你们俩合并不就做大了吗 但是我说你们要做强 我看几乎不可能 三大电信公司 中移动 中联通 中电信 是吧 还有什么网通 那当年多么强大呀 可以毫不夸得像腾讯 这一家公司 把他们全部干垮了吗 今天这几家电信公司 其实不需要的 你还需要吗 所以我想这是我们 2019年第一个问题 能不能解决 我想解决了百分之三十 我希望能解决百分之五十 好 那2019年 只算有点希望 第二件事 金融的去杠杆 那么现在国家家当力度 10月19号 20号以后 这几个月连续出台各种政策 什么三支箭 什么一二五 各种政策出台 我相信 也能起一定作用 也能起一定作用 这个作用 我想能起一半 宣布的这个三支借也好 一二五也好 不能全部发挥作用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的政策的执行过程里面 有所谓的长跟组 根本执行不下去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么多年的 债务的高速扩张 快速的加杠杆 客观来说 相当一些企业 现在已经陷入了叫所谓的资产负债表的困境 叫资产负债表衰退 什么意思 虽然监管部门出台这么优惠的政策 什么一二五 什么三支箭 但是很多民营企业其实已经没有能力 再去融资 再去投资 所以第二项政策 第一项政策我认为起作用 三十到五十 这个疗伤啊 第二项政策也许能够五十到七十 第三项就是股市能不能起来 这是水批叶谈你们研究的重点 我不怎么研究股市 但是我在想 中国的股市的核心问题到底在哪里 是监管政策出问题吗 是应该骂政监会骂刘主席吗 刚才水批说了很多数据 我经常喜欢引用的一个数据 2018年的上市公司全部利润的数据还没出来 是吧 2017年上市公司全部利润3.3万亿 上市的这四十几家银行 加上上市的房地产公司 就这两个板块 拿走全部利润的三分之二 其他的一些公司有什么利润可赚 我很同意刚才水批说的 很多上市公司的利润还是造出来的 全部都是印收账款 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中国的股市要出现大流市 我真不知道这个大流市从哪里来 这我就真不懂了 有人说美国的资本市场 美国过去十年流市 从2008年金融海啸以后 从6100多点最高涨到26000多点 涨到四五倍 但是大家看一看 美国最赚钱的公司 基本都是高科技 制造业的公司为主体 中国呢 中国最赚钱的公司 第一名中国烟草总公司 我刚才出去上新手间 还有几位朋友躲到新手间抽烟 感谢你们为国家做贡献 第二名是谁呢 工商银行 我们1444家 创业版中小版的上市公司 全部利润加起来 比不上一个半工商银行 我就不明白 我想这个问题 夜谭和水平你们可以回答 我就不明白 这样的一个利润结构 怎么可能有流市 靠炒作啊 靠消息啊 靠忽悠啊 所以我想这个要素 2018年2019年 我认为 我仍然是非常的谨慎 甚至可以讲悲观 那么第四个因素呢 第四个因素就是 中美贸易战 这是好消息 我想中美贸易战 在3月1号以前 应该能够达成协议 这个协议的基本框架 媒体都已经有过公布 这个我就不细说了 总之 这是一件好事 美国至少 会答应 不再追加新的关税 我想这是一个 基本的条件 至于会不会把 以前加的关税取消掉 那个2500亿 不是分别都加了关税 是不是会取消掉 那现在好像 还没有确定的结论 我们希望它能够取消 但是这个可能性 不是很大 据我了解的情况 但是起码他答应 不再追加关税 那就是好事 所以这四个因素 加起来 2019年的经济形势 我的结论是什么 2019年 从经济的增速来讲 从经济的 从2018年的基础上 我想可能要好一些 到底好多少 好多少 我很难判断 官方说可能是6.2 6.3 有的说是6%到6.5 还有说是6%以下 总之各种说法都有 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 都是猜 都是说 所以我有时讨论 我说为什么经济学家 要做推测 我是不相信经济学家 能做预测的 这不是我今天这么说的 我一直是这么说的 因为我的经济学 告诉我们 经济学是根本 没有办法预测 是个世界的 经济学家说 自己能够预测 世界 既是高估自己 也是昨前自负 经济学家经常 打自己的脸的 但是为什么 要要个预测呢 因为大家需要一个预测 就像你到庙里面去算命 那个算命先生 一定会给你一个答案 这个答案是对设错不重要 因为你要一个答案 我就给你一个答案 至于是对设错 跟我没关系 把那个答案拿过去 我现在告诉的是6.2 最终到底是6.2 是6.0 6.1 跟我没关系 因为经济本质上 是没有办法预测的 没有办法预测的 黑天鹅的事件 可以天间出现 所以我认为 前面这四个因素 大家仔细分析 可能今年的情况 我只能这么说 比2018年的情况 可能会有所好转 但是 我必须要加一个但是 我们在分析中国经济的时候 我认为 我们还有几个 重大的灰犀牛 和黑天鹅 我们可能还没有考虑到 灰犀牛 有几个非常非常 严重的灰犀牛 我就说一个 刚才叶潭说的房地产 房地产 会不会成为中国的 2019年 2010年的灰犀牛 我不展开去说 值得我们高度的重视 值得我们高度的重视 对于个别城市 对于人口仍然在流入城市 也许房价能够稳定住 也许房价能够稳定住 不会出现大幅下跌 但是中国有几个城市 仍然存在人口的大幅度的流入 现在中国老百姓的财富 官方数据都已经这么讲 80%已经是房地产 房地产的市值已经65万亿美元 65万亿什么概念呢 65万亿美元什么概念呢 相当于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 GDP总和 美国加上全部欧洲 加上日本 还不到65万亿美元 我不知道上海现在 房租的收益率多少 全国的平均的收益率不到2% 更重要的是 我在经常问一个问题 我也看到很多报告 未来房地产的真正的需求 到底来自哪里 来自哪里 我想这都知道 深思的问题 我今天不去展开去说 我谈到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时候 我通常会用两个词 我来形容这种可能性 我只说这种可能性 我不愿意当 我不愿意让大家说 我是乌鸦嘴 我用两个词什么呢 这是金融 也是金融学的两个词 一个词叫集体性的幻觉 什么叫集体性的幻觉呢 就是当一个东西价格在上涨的时候 当人们希望它上涨的时候 你会找出一万个理由 找出一亿个理由 你解释它一定会上涨 一定会上涨 这叫集体性的幻觉 当年日本就这样 这个水平 你不知道你买过一本书没有 当年日本股市火爆的时候 涨到三万五千点的时候 有一个日本的股票分析师 也是个经济学者写一本书 写一本书叫做日经指数十万点 这个书在出版社 在印刷床 还没出来的时候 日经股市指数最高涨到三万九千点 轰然垮下 那么现在大家知道 经过这么多年 日经指数多少 这个人找了无数个理由 证明日经指数马上要突破十万点 当年日本的房地产也是同样的格局 所以我在想 我们今天分析中国的经济 我最后的结论是 因为时间关系 我不能再展开去说这件事情 我想我们今天分析中国经济 我们既要看到短期的 这些可以确定的因素 和不确定的因素 我们更要防止我们陷入一种 这种所谓的叫集体性的幻觉 自我安慰 2018年大家今天看一看 2017年年底 2008年年初 各大机构的首席 各大机构发布的报告 大家现在拿出来看一看 和全年的结果对比怎么样 我想2018年这一年 足以告诉我们 我们没有能力 没有任何经济学者 有能力说那预测股市 更不用说预测个股 如果你能预测对 那纯粹是碰运气 和抽签差不多 但是我们看到中国经济 长期的 长期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的眼光 应该放到中国经济的长期的问题 我前面讲的 这四个问题 还是短期的问题 更长期的问题 是刚才水皮提到的 中国的企业家也好 中国的投资者也好 什么时候能够把你的注意力 什么时候能够把你的精力 能够放到真正创造价值 创造财富上面来 我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前不久和国内顶级的一些VC PE投资者 好多都是校友同事 大家在一起聊天 他们都讲说 现在也进入投资的冬天 找不到多少投资机会了 我就跟他们开玩笑说 我说 你们所说的投资机会 估计是很少了 因为什么呢 你们心目中的投资机会是 今天投下去 半年以后最好估值变五倍 一年以后变十倍 两年以后变成一百倍 然后马上上市套现 这样的投资机会在中国 估计没有了 或者很少 但是我在想 刚才水皮顺赞华为 华为为什么是华为 如果华为当年引进财务投资者 引进那些想把估值半年 做到十倍的财务投资者 如果当年华为机遇要上市套现 如果华为去炒房地产 如果华为去炒股票 炒期货 去参股金融公司 他有经济的华为吗 叶潭提到光刻机 中国为什么造不了光刻机 光刻机的公司的人 公开的跟我们中国的顶级专家讲 说我们可以把图的都交给你们 你们也做不出来 你们永远也做不出来 为什么 说得这么气人 为什么 他说我就告诉一条 光刻机里面有一个核心部件 就是这个镜片 这个镜片全世界 只有一家公司可以做 就是德国的蔡司 这个公司的三代人 就磨着一个镜片 中国人有电影 中国人现在要求的是 我的市值马上翻十倍 翻一百倍 我的身家在一年之内要翻十倍 翻一百倍 所以只好玩杠杆 只好玩债务 只好玩金融 但是亲爱的朋友们 玩杠杆 玩债务 玩金融 最终是建立在沙漠上的海市 圣楼 很快要全面崩塌 这个崩塌 就是明司机时刻 什么叫明司机时刻 我在这里提醒各位 中国 这是周小川行长警告的 中国是完全有可能出现明司机时刻的 不是我警告的 周小川行长多次警告 而且在人大会 分组讨论会上就警告过 什么叫明司机时刻 就是突然有一刻 大家意识到 你所购买的资产 可能都会变得一千不值 你会疯狂地逃走 我们所有的金融 是建立在这资产的信心 对机构的信心之上 当有一天突然 人们对所有的金融产品 对什么股票 对房地产 对什么基金 对一切都实际信心 对银行 对基金公司 证券公司 对所有的都一切实际信心的时候 全部要夺奔而出 夺奔而出的时候 没有一个人逃得出去 这叫明司机时刻 所以为什么中央 把防范金融风险 仍然联为2019年的 三大攻坚战争手 是担心出现明司机时刻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2015年股市崩盘 就曾经出现过 小规模的明司机时刻 我中心希望在2019年 大家首先管理好自己的风险 谢谢各位 我想跟各位校友分享的两个字 我是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校友 每一位企业家 我们大家一起来反思 就是这两个字 反思 反思什么呢 今年中国经济的下行 谁都知道 2018年马上就要过去 2019年马上就要到来 2018年我们可以叫 非比寻常 发生了太多太多的大事 但是最主要的是什么 经济的下行 经济的下行 今年下行到什么程度呢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仍然说是6.5% 但是昨天 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的 一个研究小组 他们跟内部 发布的报告 你们知道 他们根据国家统计局测算的数据 分项数据 他们测算的 今年中国GDP增长多少吗 你们猜一下多少 两种测算 一种测算 今年GDP的增数到目前为止 百分之1.67 另外一种测算 是负的 今年中国经济增长是负的 当然我在这里不许讨论 这个测算是正确还是不对 我们相信哪个数据我不讲 今年中国有三件事情 我想是我们没有想到 或者是我们有严重的误判 中美贸易战 中美贸易战我们有没有误判 我们有没有低估 现在中美贸易战 大半年过去 快一年过去 我们回忆一下 年初的我们那些言论 我们主流媒体的那些言论 什么中美贸易战 美国人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中国必胜 什么贸易战 中国要打下去 大打大赢 中打中赢 小打小赢 这不是我们主流媒体的声音吗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 到目前为止 我们对中美贸易摩托 对中美贸易战的形势的判断 我想仍然是有很大的误区 很大的误区 直到我们去深刻的反思 第二个导致我们经济下行的 是什么呢 为什么民营企业 在2018年遭受重创 我这里讲的叫遭受重创 我们看看各种数据 民间的投资 民营企业的投资 大幅放缓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 民营企业家的信心 为什么遭受重创 到了11月1号 国家领导人 专门召开会议 如此高调的 有人说法是 现在经济不行了 又来开始讨好民营企业 我们有没有反思过 从年初开始 各种言论迅销成上 什么要消灭私有制 什么暂时不消灭 以后再消灭 什么民营企业的任务 已经完成了 该退场了 什么所有的民营企业 都要交个职工 高调学习马克思 高调学习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的一句话是什么 消灭私有制 那么如此高调的纪念马克思 如此高调的学习共产党宣言 跟民营企业在传起什么信号呢 所以中国经济的下行 中国经济面临的压力 包括中美贸易摩擦 中美贸易战的日益的恶化 我们要反思啊 我们要反思我们做错了什么 我们要反思我们面向未来 要真正的提振中国经济 要真正的让中国经济 能够持续稳定的增长 我们应该做什么 也许我讲的观点 大家不一定同意 在座的各位校园 你们可以批评 在今天这么一个新年政坛上 我希望我的讲话结束以后 你们的心情非常的沉重 为什么我希望你们的心情 非常沉重呢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主要是自己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实在是太多 我认为我们现在很多东西讲的是轻描淡写 轻描淡写 总说就在十月一号的座谈会上讲了六个问题 这六个问题 我最关心的是第六个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 在一个法治稍微健全的国家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 不用说企业家了 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不是也应该得到妥善的保障吗 改革开放搞了四十年 现在竟然由总书记专门来提 保障企业家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可见我们的法治 可见我们的社会的治理 国家治理的问题 多么的严峻呢 那么中国经济面向未来 我想有这六个方面的内部挑战 是我们需要深刻的反思的 深刻的思考的 这六个方面的巨大挑战 实践关系不可能一一跟大家讲 每位同学每位校友 大家都应该值得思考 那么除了内部的以外 外部的还有三个巨大挑战 首先是中美的贸易摩擦 中美的贸易战 实际上现在中美的贸易摩擦 贸易战已经不是贸易战 不是经济战 是中美两国之间 价值观的严重的冲突 可以完全肯定的说 中美关系现在走在一个十字路口 中美关系现在面与巨大的历史的考验 怎么办 我想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真正妥善的办法 坦率的说 那么大家最近注意到 华为孟晚舟 CF孟晚舟在温哥华被扣 前两天就这两天 CNN BBC都在报道 美国的盟国全面围堵华为 这说明什么 这不是简单的贸易和经济的问题 所以我们过去有一句话说 中国经济增长的战略机遇期 那么现在的战略机遇期还存不存在 我个人认为现在的战略机遇期 这个问题是值得反思 我个人觉得 我们现在的国际的战略机遇期 正在快速的消退 那么在这样的大的背景下 我们怎么办呢 什么叫国际的战略机遇期 就是过去的国际规则 对我们比较有利 技术资金人才对我们相对开放 市场对我们相对开放 所以为什么我今天跟各位校友分享的题目 叫40年未有之大变局 40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个大变局是内外的大变局 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想明白 有没有真正的想清楚 那当然我们现在短期的问题 是所谓的经济下行 这里面有大量的数据 我不说了 大家看看10月份的数据 11月份的数据还没出来呀 几乎是全线的下行 无论是我们从社会消费 到汽车消费 到房地产的消费 大家看看出口 谁说贸易战对中国没有影响 谁说打贸易战 我们是大打大营 小打小营 中打中营呢 我经常问呢 我说连出四五月份 喊这些话的人 现在这些人到哪去呢 现在这些人出来讲一讲啊 所以我们对形势的判断 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 为什么我们会出错 为什么我们会有误判 大家看看这些数据 那么我们这个经济下行 当然是一个长期的下行 这本来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但是大家注意到 我们的经济下行的过程里面 我们现在是 消费和第三产业 消费和第三产业 现在占到GDP增长的78.5% 我按照我们官方的说法 说这是好事 说经济转型已经取得成功 过去我们依靠投资 依靠出口 现在已经是依靠消费和第三产业 听起来好像有道理 但是大家要看到 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 投资大幅度的放缓 依靠消费 我们还能够维持经济的稳定吗 还能够维持经济的稳定吗 我想消费现在 对GDP的增长供应 按照官方的说法 达到78.5% 这本身一方面 可能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更重要的 可能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看看我们的投资 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消费现在 还能够支撑经济 快速的增长吗 过去四十年 改革开放四十年 我们有过五次的消费浪潮 五次的消费浪潮 第一次是解决温饱 第二次是新三大建 第三次是信息消费 第四次是什么 第四次是汽车 第五次是房地产 但是现在这样的 五次的消费浪潮 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 都已经处在一个 尾身 汽车的消费 也在大幅度下降 房地上的消费 也在大幅度下降 所以我们现在就面临 一个巨大的问题 这就是政治局会议题的 六个吻 六个吻 网友调侃是要 轻轻的六个吻 轻轻的六个吻 其实不止六个吻 再多给你三个吻 还有三个吻 还要吻汇率 吻储备 吻房价 显然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这几个吻 是很难吻的 目前看来 这个吻汇率 吻储备问题不大 外资 基本上稳定 但是大家可以看 投资 出口 房价 股市 就业 怎么能吻呢 所以为什么 我说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关键是叫反思 我们一起要反思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们正确的对策 到底是什么 在经济下行的同时 金融风险 金融风险的大幅的 影子银行 急剧的萎缩 影子银行急剧的萎缩 央行的行长出来说了 有的媒体讲说 央行行长出来认错 所以以前政策考虑不周 缺乏协调 执行偏离 强奸管效应叠加 导致到信用的紧缩 这当然是重要的原因 但是其实这并非是 最深层次的原因 我们看到我们的 直接融资的市场 债券融资也好 股票融资也好 今年2018年都是 被腰斩 更多的是违约 企业债的违约 十月份以前 三季度 前三季度 企业债的违约 已经超过一千个亿 按照官方的数据 企业债的违约 今年会 超过一千二百亿 还有大量企业的破产 企业的破产 按照曹德旺的说法 现在的企业是 纯片的倒下 国有企业也倒下了 渤海钢铁 这是我们伟大的世界500强 这个企业倒下 它的负债预额 1920个亿 实际上 它的负债预额 可能达到 2800亿 地方债务 地方债务 现在是我们金融市场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麻烦 实际金额到底多少 国家审计数说 是17.8万亿 人大财经委的副主任 赫坑先生说 是40万亿 还要还不止 超过40万亿 而且没有一个地方政府想还债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 还有股市的下跌 等一会儿我的好朋友 金言石先生 金大侠要专门跟大家讲 好像他的说法是 股市的春天要来的是吧 等会大家听一听 股市的春天是不是会来 我认为春天还早着呢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个股市的下跌 我要讲的不对 请金大侠批评一下 这个股市的下跌 只有1929年华尔街的崩盘 可以以此相提兵论 华尔街股市崩盘了十年 不就是全部的股票被腰斩吗 大多数股票跌到80% 跌去90% 你看看我们 那么我们今天要反思的一个问题 思考的问题是 股市之痛到底痛在哪里呢 股市之痛到底痛在哪里 有人骂证监会 骂刘主席 骂这骂那 我认为是骂错了对象 监管政策不合适 监管政策可能不到位 股市的政策面不到位 可能是重要原因 但不是关键原因 看看我们的利润结构 中国的上市公司说白了 不赚钱吗 三千多家上市公司 这么一点利润 谁拿走了 银行板块和房地上 两个板块 拿走全部利润三分之 一千四百四十四家 中小版的上市公司 创业版上市公司的利润 比不上一个半工商银行 这样的股市 它怎么可能成为牛市呢 我们买股票 主要是买公司的利润吧 企业的利润 它能不能赚钱吧 不是靠消息炒作是吧 靠消息炒作我们的去找金大侠 那这么一个利润的情况 我最近看到一个报告 对比了中国的公司和美国公司的盈利的情况 美国上市公司 盈利超过百亿美金 数十亿美金的 那可以叫数字不尽 中国的科技企业制造企业 有几家上市利润能超过百亿美金的 有一家 有一家 但是没上市 你们都知道是谁 那这样的话 那这样说明什么 就是耶鲁大学的教授 罗伯特希特讲的 说股市短期不是经济的潜意表 但是长期一定是 所以我想这个股市如此的糟糕 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中国实力经济相当麻烦 实力经济相当麻烦 那么股市的春天在哪里呢 我认为信心还是没有恢复吧 10月19号20号 连续出来了那么多条的政策 刘和副总理 我们的校友亲自牵头 喊话 那个话喊得够好啊 现在怎么样 上个礼拜五又跌破2600 始终在2600左右 要是不活 所以股市的春天什么时候到来 等会请金大侠来分享 请金大侠分解 是不是有春天啊 有春天你提前告诉我啊 房地产 房地产是不容乐观的 这个话题 我的时间快到了 我不讲了 大家把这个数据 你们自己拍下来 我不能 我不能占用金大侠的时间啊 金大侠告诉你们 买什么股票更重要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我们的金融风险 为什么叫三大攻坚战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 大家知道中国经济的下行 说到底是我们过去这种扩张的模式 增长的方式 发展的这种思维 重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 脱石向虚 都玩虚的 都玩虚的 这是前任央行行 周向上行长讲的 现在我们的金融风险是什么 隐蔽性 复杂性 突发性 传染性 危害性 结构失衡问题 突出 违法违规现象 重生 既要防止黑天鹅 又要防止灰犀牛 有一个记者 问周航长 说周航长你说的黑天鹅在哪里 黑天鹅是哪几个 周航长笑耳不达 黑天鹅在你身边弹飞 你看不见 灰犀牛呢 灰犀牛随时发生 P2P是不是黑天鹅 弄了融资的骗局 是不是黑天鹅 区块链 罚币圈 是不是黑天鹅 房地产就是最大的灰犀牛 所以我们这种脱石向虚 在中国的表现 那就太多了 我这里列到十个表现 总之就是套利 去年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 总书记和总理 严厉的批评中国的金融业 说你们是自娱自乐 脱石向虚 金融乱象 重生 触目惊心 都是用的最高级的词 然后除了这些金融套利以外 大量的企业拿了钱去干嘛 不是去搞主业 干嘛去了 我们的上市公司是没钱吗 这是官方的数据 权威机构的数据 过去十年 IPO定征 差不多九万多亿 九万多亿 百分之四十拿去干嘛 拿去炒股票 炒期货 参股金融公司 并没有拿去搞主业 他上市公司能好吗 所以股仙直押 现在直押 股仙直押要爆仓 要完蛋 从一个经济学者的角度 我是反对政府去救的 股仙直押你爆仓 就该爆仓 你干嘛要救啊 你为什么要把股仙直押 去搞别的东西呢 股仙直押的负债 你拿去干嘛去了 我也认识不少上市公司的创始人和老板 坦率的说 相当一些股仙直押的资金 并没有拿去真正搞他的主业 都去干嘛去了 都去玩虚的 还有很多的各种戏 啊 我们上市公司买理财 买房子 官方公布的数据 我们上市公司买投机性买房 就是一万多亿 一两万个亿啊 所以中国经济全部都是玩虚的 全部都是靠杠杆 加杠杆 2019年开始 中国就走上了这个不归路 杠杆率急剧的飙升 我们现在企业的杠杆率 是美国的平均的杠杆率的三倍 日本的两倍 企业的负债率 非金融企业的负债率全球最高 那房地上就更不用说了 房地上就不用说了 所以我想这些数据 分享给大家 我们这个反思是不是有一个结论了 啊 是不是有一个结论了 好 三年一度 燕归来 现在又来了 现在又来了 怎么办呢 现在经济下行压力可能是巨大 不是可能的 绝对是巨大 怎么办 又把老一套拿出来了 老一套 货币政策宽松 信贷政策激进 财政政策宽松 资本政策激进 但是我要问一个问题 在座的各位都是我们人大商学院的校友 刚才我们的书记讲 人大商学院这么流 是吧 那在座的各位都有独立的思考能力 你们思考一下这些政策行吗 这些政策能够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吗 我们今年的货币政策不是不宽松啊 今年我们释放四万亿流动性 对冲要中期接款便利 释放二点三万亿 二点三万亿乘以货币乘速 也是十几万亿吧 然后信贷政策设出了三支箭 号称一行长三支箭 第一支箭是贷款 第二支箭是发债 第三支箭解决股权质押 还有更奇葩的 提出了125的目标 我们最近到珠三角到一些地方去调研 当地讲啊 说地方政府的官员把银行行长找过去开会 说你们要求给哪些银行贷款 这不又是胡闹吗 这是不是胡闹 所以我们我们现在的问题 大家要反思我们这样的政策 能够解决我们深层次的问题吗 然后再就是要求债转股 要求债转股 资本市场当然 这个政策出台那么多条 我看不是真正管用吧 出台那么多条 两个月了吧 10月19号到现在两个月了 能管用吗 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去认真反思 我们到底经济的问题在哪里 所以我的基本结论 我反思的结论是什么 我们现在中国经济的问题已经不是这个速度的问题 数量的问题 它是一个质量的问题 19号报告写的好啊 18号三中全会也写的非常好 重大决定写的非常好 可惜我们很多没有落实 我们中国结构的问题 19号讲的六大不平衡 更多的是不充分的 在此的各位都是企业家 都是我们人民大学商学院的校友 你们去思考 各位去思考 这些问题靠什么信贷 激进货币宽松 能解决吗 能解决吗 而且 我真的讲 短信贷货币财政制的短期调整 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上述不平衡 不充分发展的问题 我们仍然没有跳出旧的政策框架和思维方式 能否转型升级成功 关键是看民营企业的活力 关键是看政策能否激发企业家的创新活力 玩货币玩信贷 我们玩这么多年 现在的这些麻烦不就是玩货币玩信贷玩出来的吗 房价玩的这么高 大家看一看 民营企业真正面临的核心问题 不是融资难融资贵 融资难融资贵是叫苦 叫苦不迭 当然也有这方面的问题 根本的问题是什么 害怕政策的不确定性 害怕政府不守信用 国务院的领导人在常务会上明确讲 中国最不守信用的是谁 最不守信用的是政府 所以现在要把一些政府立为老赖 解决企业相互拖欠的问题 首先是要解决政府拖欠企业 国有企业拖欠民营企业 大的民营企业 拖欠小的民营企业 三大成本的持续上涨 所以减税降伏是首要的诉求 在这个大的背景下 我的基本结论是 短期的这些货币信贷政策 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中国的经济要真正的持续的 稳定的增长 要走出今天面临的困境 必须要实施 这三项实质性的改革 这三项改革 我把它开挂成为叫税改 政改 国改 减税降伏 那怎么才能减税降伏呢 必须要把政府的这个 结构把它精减 人员要大幅的裁掉 政府要精减 政府的开支要下降 就必须要实施政治体制的改革 政府体制的改革 北京大学的周启仁教授 我非常尊重他 我也非常喜欢周启仁教授 他这些人一直讲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社会治理成本太高 社会治理成本太高 所以这三改 那么还有国政改 政改再就是国改 国家治理体系 当然还有一项教育 科研教育科研体系的改革 所以据说啊 后天要召开 今年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 浓重的大会 我们衷心的期待 在这个大会上能够 吹响进一步升华改革的号角 我们拭目以待 能不能在这些改革方面 有真正的突破性的进展 如果没有 我最后的结论是 中国经济将陷入 相当长期的 非常非常困难的境地 我们在这些改革